哈囉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都已經開始出國旅遊了沒呢? 身旁的朋友都已經開始出國旅遊 而且幾乎都一定會去日本遊玩 所以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使用日本最新的快速通關系統 Visit Japan Visit Japan是日本在今年11月14日新推出的系統 取代了以往的買SOS 用來快速通關以及線上簡易 這邊先跟大家整理一下等一下會需要用到的資料 有身份證號碼、健保卡號、護照號碼 以及前往日本的航班資料和住所地址 首先我們點進Visit Japan的網頁裡 進入登入網站的方式是點擊機場介紹下方的QR Code網址 進入到網站之後會看到登入使用者 和登入入境回國預訂兩個大標題 第一步是填寫本人資料 一二頁都是簡單的個人資料 第三頁的部分可以不用填寫 最後確認完就沒問題囉 接著是登入入境回國預訂的頁面 第一頁可以只填寫抵達日本的日期 不過我也有把航班都填寫好比較保險 第二頁就稍微比較麻煩一些 要把你在日本的住宿地址填寫上去 基本上不會查 但如果已經訂好了飯店或是日租套房的話 還是花一些時間造實填寫比較好 電話的話我是留台灣本地的電話 886開頭 不過會少一碼不用太在意 最後確認完點擊回到日本入境回國手續 這時候就會出現檢疫手續了 這裡非常重要 是決定能不能快速通關的關鍵 也比較麻煩跟耗時一些 還有點很重要的是 最好要提前六個小時以前完成 不能到了機場才填寫喔 進入頁面後會看到一張檢疫表 要全部都有完成才可以 看到下面資訊 首先先核對護照跟資料 沒問題之後 你會有三個步驟要完成 分別是上傳護照 填寫網路提問表 跟上傳數位疫苗接種證明書 第四步現在已經可以不用填寫了 可以忽略 上傳護照跟網路提問表 基本上都蠻簡單的 最麻煩的步驟在於疫苗接種證明書 這裡先教大家如何取得數位的疫苗接種證明書 我們來到衛生福利部疾管管制署的網頁 點選本國國民申請 一般登入方式 輸入身份證、健保卡號 跟護照號碼後 點選疫苗數位接種證明 裡面有兩個檔案可以下載 我們需要的是第二個檔案 第一個我自己嘗試過會不會退回 下載完之後回到快速通關的網站 進入後會需要你填寫 1、2、3劑的疫苗種類 還有第三劑的日期 這裡整理幾個比較常見的 一秒選項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就可以直接做選擇 上傳完成後就需要等待作業時間 這次去日本實測 有人30分鐘就完成 但像我自己就等到了大約5個小時 所以以防萬一大家還是盡早填寫完成喔 完成後上面的表格會變成藍色的 那就是順利審核成功了 審核完之後會出現一個QR Code 截圖之後入鏡直接掃描就可以通關囉 另外海關的部分建議也直接在線上填寫完成 這樣下飛機時使用兩個QR Code 就可以超級快速通關 好啦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提出 我會盡量幫大家解惑 祝大家都可以順利快速入鏡旅途愉快 下次見掰掰 -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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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